大致老手機霸主 三星新一代Note 3 規格曝光 真的假的 螢幕尺寸竟然有6.3寸 比Note 2 5.5寸還要更大 內裝規格更夢幻 兩具處理器加上3G記憶體 相機畫素更達到1600萬 還可能搭載Android的5.5 也就是還沒有發表的 最新萊姆派系統 對呀Note 3要到明年 下半年才會亮相 不過三星打算讓Note 2 先穿上新衣裳 退出藍 紅 咖啡 三種新色 搶攻手機迷荷包 大手機市場人人搶 华为也來撥版面 CES展倒數計時 华为6.1寸的G5bar手機 再度流出實際照片 搞命性的東西 我沒有進步了 純黑的弧形機身設計 搭配銀色的金屬背蓋 螢幕下方也有三顆虛擬按鍵 那在手上說是手機 其實更像平板 但正要玩創意 蘋果說 像人家我比 既是手錶 也是iPhone 據說就是蘋果 打造的全新秘密武器 還找上Intel 攜手研發 神秘的iOS系統 手錶不但有一個 1.5寸的OLED觸控螢幕 表面是硬化玻璃 更支援藍牙功能 能講電話不稀奇 一旦Siri也住進這支手錶裏 肯定讓蘋果迷們 又多了敗家的理由 東晨新聞 綜合報導